消防局衛生局人員五六個人 全副武裝站在門外 收納破壞器材要破門而入 不開我幫你開囉 你怎麼壞 快點 因為里頭一名正值居家 檢疫的男子 跪避區公所人員插訪 甚至拒絕開門 現場在多名援警戒呼之下 由消防局破門 把四隻無力的男子代理 坐上防疫專車強制送到醫院隔離 24號晚上11點多 桃園奴竹這名居家檢疫男失去聯繫 離干市只好通知警方到場查看 警方在他的客廳 發現一瓶笑氣鋼瓶 懷疑男子吸入笑氣之後 導致投暈現象 不過還需再調查 居家隔離及檢疫的個案 爬爬噪案件層出不窮 疫情指揮中心宣布 基於人道考量 接受檢疫及隔離者 如果有二等親屬身故重病 需要探病奔喪或辦理喪事 可以申請到指定醫療院所自費 採檢出陰性報告兩天內 經過醫院同意外出 外出以一次一小時為限需全程佩戴口罩不得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遵守相關規定防疫還是要做到滴水不漏才不會害自己吃上罰單 三新聞林宏宇洪宇洪一廳 SNG小組台北桃園財財財報道 歡迎收看